對於我們這次的佔領行為 我們絕對不會有任何的後悔 或者亦都不會因此自怯 為什麼我們的大學生可以搞到這樣的言行舉動 令人覺得很熱愛、很震驚 你作為一個大學生,社會對他們的言行舉止 總會有一個較高的道德要求和期望 畢竟你讀書是讀得比其他人多的 這件事是不可縱容的 因為社會大學必須向社會教導 到底有什麼要多少處分 我自己讀大學那個年代 有個同學在大學的那個美源湖 即是崇基的美源湖游泳 當時的院長都說要多少處分 更何況今時今日這件性質病 惡劣得多的一件事 更加要向社會清清楚楚交代 到底有些什麼的紀律處分 輸打贏要就是因為他自己本身的成績不理想 不理想就是衝上去投訴別人 衝上去就是為什麼你要考普通話 那遊戲規則是這樣的時候 你自己根據遊戲規則 答不到標準、答不到要求 自己不是說檢討自己為什麼沒有努力過 而是反過來去刺責別人的規則設計 那這個已經是一個很荒謬的行徑了 其實現在就起了一個馬火了 你一、兩顆老鼠屎在那裏爆粗 在那裏反普通話 結果帶來的呢 整個中國、整個華人社會 都覺得香港的大學生原來是這樣的質素 那你想想現在香港有這麼多男生 從來都沒有說過了 就說這首歌歐 你一、兩百六百多岩 你用歎 你為何法國華人 你用歎 你用歎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